大家好,有话有反应啊,自己的这个蟹爪蓝呢 在这种高温天气,叶片出现了发黄而且变薄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光照过强导致的 如果光照过强就会导致呢 蜘蛛水分增腾的作用变快 然后呢,这个叶片就会出现发黄然后变薄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夏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给它进行遮阴 不能够强光紫色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水分的问题 如果盆土缺水或者是积水都会影响根系的生长 然后影响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 就会导致呢,这个叶片变薄发黄 所以我们浇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盆土干透了就要给它浇水 不要过度的缺水,也不要积水 第三个呢,就是通风不良 通风不良的话会影响你整个蟹爪蓝的生长 不仅会容易出现烂根的现象 而且还会导致它出现病虫害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环境的通风才行 通风好才有利于蜘蛛的生长 那么我们除了要保证通风之外呢 还要定期给它喷洒杀菌药、杀虫药 或者是大家为了简单方便一点 我们可以给它在盆土里面 撒上一勺小白药加一勺小粉药 一个杀虫一个杀菌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做好了这三点 你的这个蟹爪蓝的叶片呢 就不会出现发黄变薄的现象了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